1600新经济时间要来看到是大陆国台办宣布将要采取积极的措施 推动两岸的旅游交流 这消息一出是不是也影响到股市呢 要请教书涵 好 确实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消息 就是马席二会的时候呢 其实习近平释出了对这个两岸旅游重启的一些乐观的讯号 所以我们也看到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就表示 将会积极来推动两岸的旅游合作 那也带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两岸之前呢 当然这个观光的旅游是非常兴盛的 国际观光客里头呢 这个位居冠军宝座就是陆克 再来是日本 再来是港澳 而且呢陆克在2018年时候达到人次最多来到418万人次 但是你看一下到了2023年 就经历过疫情之后只剩下22.6万人次了 所以其实相差非常的大 那疫情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港澳地区的旅客就取代了陆克 夺下了冠军宝座了 那不过也显示出两岸的这个缺口 真的相当的大 对航空业当然有影响 急盛时期其实华航两岸的航线营收占比 是来到两成 获利占了四成 不过现在根据法人的观察 两岸的往来真的只剩下这个所谓的商务客了 所以如果真的观光旅游可以重启那势必会是大补完 所以也来看到其实长荣行受到激励在昨天成交量是爆量的位居台股之冠 而华航也催出了13万张的这样的量 不过今天的两档股票都是小幅来修正 长荣行收占了34.35 而在华航的部分是收占了20.4元价位 再来要观察是会市的部分 因为新台币是一甩皮态连两日的升值 不过美银发布的报告却指出说 受到联准会降息延后以及美元持续走强的影响 不看好台币的前景 怎么回事呢 舒海 好 确实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景气讯号 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相关的消息 就是今天台币的这个状况 昨天但是走升的 今天是走扁了5分 收占了32.578这样子的一个价位跟水位之间 那现在其实专家也预估新台币短期之内 会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会在32.2跟32.8元之间来进行波动 那现在刚刚提到的两个数据是哪两个数据 这个联准会就表示周四的时候 会来公布美国的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以及周五的时候会公布三月份 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那这两个当然都是牵动了所谓降息的时程 那也看到如果美国的经济数据 持续是走强的 那超乎预期的 那么当然降息这件事情就会一言再言 本来说是6月嘛 现在可能还要继续推迟了 所以新台币等主要亚币呢 就会是走一个一扁难升的一个格局了 而接着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亚币呢 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混乱时期 所以专家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而且是看淡的 台币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股市的资金流动相当强劲 收险业也解除了五本金交割的远期外汇交易 是一个对冲的状况 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纽约的这个收盘的时候呢 是收在155.35 这是34年来首次的跌破 所以在日元的部分呢 真是暗自悲伤啊 所以现在呢也增加了日本方面呢 他们会来做一个政策干预的相关风险 散户的信心指标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是首度的突破了3.5兆元 那这个反映股市交易热落吗 说海 确实哦 相当的热落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台湾的股市现在看起来 真的是一个蚂蚁熊兵的一个情形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到啊 这个证券划波的存款余额 来到了3兆5126亿元 这是首次突破了3.5兆 创下一个历史新高 反映的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 股市交易非常热络 也看到3月份的这个成交占比 外资占了32.1% 而散户超过一半来到55.4%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 是一个蚂蚁熊兵的情形 信心非常足 那我们看到单月就暴涨了1231点 融资余额是13年来的一个新高状况了 不过4月份的时候呢 应该会有一个修正压力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呢 因为刚刚也跟大家提到 降息可能一直在延后 再来就是台积电下修了半导体的展望 不过这边相当妙 台积电下修是别人产业的这个展望 不过也显示出包括了AI电动车等等的 其实展望都是一个下修的 所以整个这个半导体的制程 还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情形 那也看到台股今天受到美股的这个 卖压回吐的一个影响之下 今天是走贬的收在了19857点 还是一样失守了2万的一个关卡 那成交量的部分也带大家来看到 是落在了3597.14亿元 除了投信是买超之外 其他包括了这个外资还有自营商的部分 都是卖超的 而今天台积电的股价也是走贬的 电子全职股呢全数都是回落的 而台积电走贬之后呢 是收在了766元这样的一个价位了 除了财经重点整理给您之外呢 也欢迎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下载的是我们TVBSAPP 可以掌握更多相关资讯 以上今天提供给您的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间网站 éma Novak